老李最近有点饭太碎 可能是出门没看黄历 刚在病床上醒来 就被妈妈暴揍一对 原来在跳楼救下小帅过后 有心人竟然将好好的救人事迹抹黑 谣传小帅是因为老李的过度调查才自杀的 而当事人小帅昏迷不醒 大概率会变成植物人 事情经过媒体的发酵在网上疯传 这下近身更是不可能了 无论老李怎么解释 当天的莫及者都表示没有见过头盔男 没办法 当老李决定调查失踪案 因为他跟小弟小山调查发现 小帅当天是回到小鹅出租屋里 寻找什么东西后才遇到危险的 这说明有人不想这个东西出现 既然如此 那小鹅的失踪就不会那么简单 说不定能证明自己清白 果然在彻夜调查监控后 他们终于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一个可疑车辆 半夜出现在小鹅家楼下 车上还有改装的烟囱 老李一眼就认出 以前哥哥给自家宠物狗办葬礼的时候 就用过这种车子 他赶紧掏出手机 拨打车上的电话 居然是空号 车牌号也是假的 他立即让小山调查 车子的行动轨迹 然后开车前往 刚到目的地 他们就看到停在空地上的车辆 可是里面被贴了一层厚厚的膜 根本就看不清楚 他们找到旁边的房子询问 却被告知老板还没回来 就在牢里放下警惕 准备在房里查看的时候 那人却借口仍有三急 一流烟骑上电驴子跑了 看来这车确实有问题 他们也不忙着追人 直接敲破车窗打开了车门 里面竟然是一个焚化炉 等到老李把里面谨慎的残渣 带回去检测 果然里面有人骨的成分 找来小鹅的弟弟采集样本 里面的骨灰果然就是小鹅的 这下线索也中断了 失落的老李回到家中 准备化悲愤为食欲 就在外卖小哥转身离去的时候 他投上的行车记录仪 却引起了老李的注意 他想起火灾当天 报案的小姐姐说过的话 他立即来到外卖点 在查看骑手的行车监控后 他在监控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大胡子 联想到大胡子 看到小帅在小鹅家调查 就被暴打 现在又出现在小帅家楼下 他确定 小鹅的死一定跟大胡子有关 这是我见过最炫酷的逛商场方式了 一辆机车在商场里急驰而过 可看我们老李腾 无辜的卡兹兰大眼睛 就知道他并不喜欢这种方式逛商场 机车男怎么又出现了呢 原来老李在看过外卖小哥的行车记录仪 发现大胡子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 便联系小山准备抓捕大胡子 谁知刚到警局门口 大胡子正好办事归来 老李立即质问他 那天为什么出现在小帅家附近 谁知大胡子毫不在意的告诉他 就在前几个小时 他们在小帅家的冰箱下面发现一把刀 上面检测出小帅的指纹和小鹅的血迹 他们认定小帅就是杀害小鹅的凶手 老李当然不信 他找到局长说明情况 想重新调查此案 分明就是大胡子杀了小鹅 见事情败露 又想瞎小帅灭口 可局长却告诉老李 毅然已经打电话告诉他 案发当晚 自己和大胡子在一起 然后他交给老李一份晋升名单 这老李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下他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在权势面前 自己微不足道 失落了老李正准备下班 前女友小美这时找来告诉他 小鹅其实是基督队的线人 之前一直跟老卓联系 可就在不久前 老卓遇害了 在他死之前一直在调查一个神秘人物 现任小鹅在接触那个神秘人物的时候 身上戴着一条可以摄像的项链 可老李并没有见过这种项链 而他也不想再接触这个案子 借口赶走小美之后 一个人怀着愧疚回到家 不得不说 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撒牙缝 电梯突然间出现故障停了下来 好不容易等来救援 原来是头盔男 他疯狂地在出现故障的电梯里跳跃 电梯立马晃悠起来 吓得老李连连呼救 这还没完 就在电梯脆弱不堪的时候 这个疯子突然一个起跳 给了电梯最后致命一击 电梯终于支撑不住 快速下坠 就在老李以为马上就要领盒饭的时候 自己却在机车后座醒了过来 头盔男一路带他穿过商场 来到大马路上 只见一道红光赏过 在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后 突然停了下来 老李好奇地看了过去 原来是一个腿脚不便的老奶奶要过马路 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公民 还没等老李发出感慨 机车又一个箭步飞了出去 终于车在一个偏僻的房子前停了下来 这不是发现可疑车辆的地方吗 原来那群逃跑的人又回来了 老李被头盔男强行推进房子 他趁着一群人围攻头盔男的时候 悄悄来到二楼 找到一个小隔间 在经过一番查找之后 真的让他发现了小美所说的项链 这个男人前一秒还在对议员点头哈腰 因为议员帮他伸直的事情表示感谢 下一秒 他就不顾众人诧异的眼光 一个飞毛腿 大长腿直接踢向议员的面门 究竟是什么 让这个对全市唯命是从的男人如此疯狂 原来就在最近 每当老李做出让自己良心不安的事情之后 一个疯狂的头盔男就会出现 狠狠地教训自己一番 还迫使自己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 就在前天晚上 头盔男带着老李端掉了一个窝点 找到小额生前的项链 里面居然记录着小额临死前的画面 议员的脸赫然出现在视频里 老李不淡定了 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福波罗 就算把这当证据交上去 也不会对议员产生什么影响 而自己的前途就毁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就带着项链来到湖边 直接将这个秘密乘入湖底 就在这时 头盔男突然出现 一把抢走了项链 老李立即想开车去追 谁知头盔男竟然掉转车头 一下砸碎了老李的爱车 疯狂地挑衅他 直接把车怼在老李的脸上泄愤 情急之下 老李启动车子把他甩了出去 他这才有机会看清头盔男的脸 可还没来得及当面问清楚 头盔男竟然直接翻过栏杆 微笑着仰面一跃而下 就这样平坑消失在老李的眼前 等到老李上班的时候看到一员 他只能忍下心里的不适 强行让自己表现得自然一些 好不容易送走一员 不知道是不是压抑太久 突然就头痛欲裂起来 他来到洗手间 用冰冷的水想让自己清醒 头盔男却从隔间大大咧咧地走得出来 老李这次不再打算轻易放过他 这可是自己的地盘 可无论他的大成腿跑多快 都追不上嘚色的头盔男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朝一员走去 这时半坑中的人分明就是老李本人 原来不管是跳楼救下小帅的人 还是在仓库里跟人搏斗的人 都是老李自己 只不过是他的第二人格 也许是压抑的职场生活 让总是在良心谴责着的老李 得不到宣泄 这才产生了疯子一般的第二人格吧 这才是老李本人的老李本人的老李本人